回到台湾顾问团 这句话关注是林荣三先生家族旗下的建设公司 有现在盖的相关的建案 到底是不是黑心产品呢 刚才带你了解到是南系直播地社区开发案 当地居民非常担忧这个山坡地要盖房子 到底林肯大郡之前的一个前车之鉴 在这里的这样子的担忧是不是会出现 希望新北市政府你好好的做把关 以前的一个许可制许可的发的线照 在当年的一个情况条件之下 现在到底适不适合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黑心建设 为什么联邦建设盖的房子 不管是一般的住宅还是所谓的豪宅 都还是一直的被住户告呢 怎么回事带你来看 好来我们待会看看 这个新闻待会播出带大家来看到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边也做了一个整理 到底龙山林建设系列的一个房子 到底出过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带你来看 首先来看到我们从2005年一路看到 现在最新的一个状况 2005年状况是什么呢 看到怎么联邦建设盖的是海沙屋 2005年联邦建设所在内湖地区盖的 这个荷家欢的这个建案 这到最后竟然是个海沙屋 住户跟建商来索赔 没有办没想到最后遭到拒绝 但是最后呢走向法院之徒 有户住户呢 五户提出了告诉最后被判赔 一百五十万元 各自拿了一百五十万元回家去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房价怎么样呢 因为已经被划定是个都更了 大家现在吸收 估计每瓶至少会有四十万元的一个获利 来来看看2008年的四季纽约 在新北市中和地区 出现是阳台外推以种弓建案来当住宅来卖 于是当初也被住户告上了法院 最后被拆罚五百五十万元 现在这个四季纽约的一个房价呢 一瓶大概三十四万到三十六万之间 来看看去年的六月份 龙山林长提 哇这个就在汐止地区 汐止地区很多龙山林系列的房子 买卖契约书不详尽 交屋之后居然要住户补缴价款 于是又告上了公平会 拆罚一千万元 当初的预售屋一瓶二十一万 现在预售屋呢 哇已经来到三十二到三十三万之间了 涨很大 来去年八月份看到龙山林博物馆 在台北市大直地区的这个建案 同样是买卖七位书也是不详尽 也是要求这个交屋之后 请住户再补缴价款了 这回更是糟糕 被裁罚有一千五百万元 这个裁罚可是创下 目前裁罚最高数字的一个历史记录 当初这边一边一瓶预售屋是六十五万 现在一瓶涨到了一百零五到一百一十五万 目前知道最高最高一瓶卖一百二十万 曾经成交过 那么再来看一看 去年还有龙山林艺术馆在内湖地区这个房子 车道的盖车道竟然坑住户了一点五亿元 这个车道竟然当作公社 公社笔放在里头去 最后被裁罚是一千两百万元 每瓶预售大概四十到四十五万 现在一瓶也可以卖到有六十万元之多 这么多这么多的所谓的黑心无良建设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建商 所以刘委员 这么多这么多的契约问题 住户最后都告上去了 其实住户真的非常细心 要不然这个一般的契约数 一般的不会这么认真去把它看清楚 但是这么大建商 为什么做这样的房子 其实我一直觉得建商可能 有些建商没有经验 它难免会发生一些小小错误 比如说像无法超支在我 比如说法令的改变 贷款的这个突然的连线的缩短 这个可能会和这个客户产生一些纠纷 但是很意外的 这个联邦这个建设 除了有一件是2011年在大值之外 但区域也在汐纸南港这一代 全部都是用罚款能够解决的 可是你知道那些住户的那些伤害和他的痛苦 因为很多人去买那个房子 说实话当时买的汐纸都不是真正很有钱的 可能也不是投资户 他买房子是看到汐纸不淹水了 他就买那边 好不容易一生的积蓄买在那边还贷款 结果搞了建商 这些建商是很有经验的建商 叫联邦建设 这很有经验的建商 你不可能产生这么多错误 最可怕是产生这么多错误 全部可以用罚款来解决 可见他在工部门里面有多大力量 这就是刚才我看到 玉寇姐在讲说 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配合 您太客气了 要讲更清楚一点 是不是有官商勾结 而造成让我们少数的这些消费者的伤害 难道是罚一千块 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 最高破纪录 那算什么 如果每一户损失的是超过十万二十万 甚至于以后这个房子不能卖了 因为你的停车场的出入口 包括你的建坪 兼閉率 这些问题是以后长长久久的问题 请问这些政府 为什么能够用千万的数字 能够举决这个问题 我都是质疑 是不是这些政府工部门 是不是应该请检调单位 好好深入来查一下 好 在这里呢 这个刘伟委员点出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同样问题一再发生 我们刚刚在这里讲的 龙山林长提 博物馆或是艺术馆 通通都是出现这样同样的问题 买卖七月书写得不清不楚 那交屋之后呢 就开始跟你说 因为这样那样 所以要你多缴钱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建商会 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公民会的财阀 又怎么说呢 我们带你来看 欧峰外观暖色基调 内行人一眼就看出来 十足龙山林风格 自由时报创办人 林龙山家族旗下龙山林建设 去年看准内湖大直系纸一旦 房市有潜力 陆续推出三大建案 都走豪宅风格 也都扯上涉嫌隐医车道公社的官司 遭公平会开拔 一年过去了 龙山林不只没缴钱 还持续和公平会斗拔 对这三个案子 都经过了行政院的宿院会 宿院会都是支持公平会的一个处分 这三个案子现在在高等行政法院 包括龙山林博物馆 龙山林艺术馆 和龙山林长提 都在去年交屋前 突然把车道算入公社范围 要求住户补缴价款 破例超过上亿元 遭公平会以买卖契约书 未揭露重要交易资讯 三建案合计开罚史上最高 3700万罚金 当时甚至有住户不满建商手法 按理提高 都买卖契约里面 隐匿不记录 为什么 这可以美化公社比 那这个手法是过去 我们没有看到过的 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大概把这个车道里面的公社 这个部分 他把它算了两次 所以对这些买房子的人来 非常不公平 你的钱付到最后一笔的时候 他突然跟你说 我这个坪数比原来多一点 所以你要补我多少钱 我想不会有几个买房子的人说 那这个房子我不买了 我就退掉 不太会 大部分人就是乖乖到了 最后就说 那补多少我就补给你 部分住户对龙山林提出民事诉讼 却被反告诽谤 虽然自称权益受损 但痛上林龙山家族 企业当后盾的龙山林建设公司 甚至请出大阵仗 律师团备战 那根据我个人的了解 确实是有一些民事诉讼 在进行当中 面对争议 龙山林坚持 加收车道公社价款有所本 并以过去新闻事件 以发过声明稿为由 不再回应 住户寻求法律途径 好公道 却有如小虾米 碰上大鲸鱼 漫长法律程序 这公道何时 才会来 中心问综合报道 好所以看到这欧老师 这个买卖期限 不是在买的时候就签好了吗 为什么建商最后可以反悔说 因为这样 所以少报了多少评数给你 必须多缴钱 他被裁罚总共三千七百万元 但是获利是上亿 这个简直是建商的亏花宝典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赚钱 而且都要想 进各种花招来赚钱 除了这种案例以外 我们还知道说有海沙屋的 那这太令人难以原谅了 而且他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有媒体朋友买了他的房子 一边炒菜 上面一直掉沙下来 天花板一直掉东西下来 好那最后呢 他们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正义了 当然是不行的 他们联合了非常多媒体界的朋友 合起来去抗告 然后最后一户只判赔多少钱呢 一百五十万 但是去外面租房子 这个钱都是不够的 何况还有里面很多的身心的压力 那我们说一个房子代表一家子的幸福和安康 那我们有很多的不幸福 其实就来自于建商的造孽 那我说如果灵魂要获得救赎 不是只是他在那里喊爱台湾 不是在报纸上登一登 或者批人家 或者是给人家戴小红帽 现在戴小红帽的这个专属权 几乎只剩下这一家报纸 其他因为民进党已经不给人家戴小红帽 他们自己跑去戴红帽了嘛 所以呢 假设要今天有一个救赎的机会的话 我认为台湾今天造成这么多的 辛平族和五合瓜牛族 他们终究是变得是难以翻身 甚至在教育都阶级化的时候 这个罪过必须要有人来承担 而这个承担 不应该只落在少数的政治人物 那么简单而已 我不是说政治人物不该承担 而是他们必须要基地承担 那特别是 大概是两千个以下的这个建商 那这些人你可以算出这个数量 和他财产量 比从政者的数量还要寡占 还要更难打进去 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个集团存在 所以呢我们看到 在台湾这个草地皮的家族 一定都会发 但发到最后你盖的是 所谓的黑心建设 刚才欧老师已经讲到 自己认识的媒体朋友 住在这个荷家欢里头的海沙屋 这个海沙屋建案的状况 我们就在这里来告诉大家 好海沙屋建案呢 真是蛮久之前了 我们带你来关注到 这联邦建设的荷家欢这个建案 海沙屋的真相是什么呢 美国75年开始进去预售 76年就完工开始交屋了 但是在89年7月的时候 被鉴定为海沙屋 当初一共有5位的住户 因为拿出了17年前 买房子时候的 保证耐证的说明书 最后才打印这个官司 获得赔偿150万元 住户怎么指控呢 说921地震之后 他们的房子出现很多地方 有均烈情形 天花板会直接掉下来 但联邦建设说 房子拆掉重建 可是一谈谈了好几年 完全不知道何时会重建 那么说该怎么办 于是请来了 台北市土木济市工会 做了鉴定 这个房屋混凝土强度不足 绿离子海量过高 就是俗称的海沙屋了 已经对安全构成威胁 必须拆除来重建 但联邦建设持续反驳 当初根本没有给所谓的 保证耐证的这样一个证明 房屋在新建设 也没有建筑法规 特别规定 它有绿离子的含量 所以联邦建设认为 整起的案件 他们没有故意的 跟过失的一个情形 郁国姐这样解释 可以接受吗 当然是不能接受 可是你知道在龙三菱的 他的房子的系列推出的时候 大概就是1987年 88年那个房地产 台湾房地产飞涨之后的 90年代 那个时候呢 这家报纸也刚刚好 就是在我们报警的 完全解除之后 他也开始 特别是李登辉总统接任之后 他就在那种一股 台湾人出头天的情况之下 这个报纸开始冲发行量 那我又认识很多 媒体界的朋友 当时大家都以跳槽到 这个报纸 作为一个理想的 这个实现的场域 那当然后来 很多人都退出了 那在这个同时 由于他是一位 报人所创立的 所经营的一家建筑公司 所以我的很多朋友 也去买了龙三菱的房子 那中间也有人发生纠纷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很多消费者来讲 他认为他有一个 大的媒体的报纸的 第一大报纸的集团 下的建筑公司应该不错 像我们现在买房子 都会看说 哪个大的金融财团的集团 比方这个 大家认为盖房子 盖的还不错的 国泰或者是什么富邦等等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由于他的媒体的加持 让他的房子 其实是有多出来的 那种一般建商 所没有办法得到的 附加价值的形象价格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房子可以继续的炒这个价值起来 所以就会什么细纸啊 什么大家觉得这些房子 你怎么愿意买 可是他有那个无形的价值 那就累积了十几年出来 成为他今天的这个王国 那这个王国之下 他处理这个居民的纠纷的方法 从第一期的龙三菱 一直到现在的那个车道的 变成公社 几乎都是一个模式 就是以拖待变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实力很雄厚 然后他也看准了 所有购买这一类中价位的人 其实他基本上就只有 这一栋房子 大概一辈子就买一次 所以大家最后就只好妥协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其他的地皮又累积起来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在商言商 但是你不能不仁 那对于专业 我以为我自己是报纸 我是联合报集团出身 而且在我离开联合报的时候 曾经自由时报林先生 还问我要不要去担任 他们的总编辑过 当时我的思考就是说 如果要让我做一个财团的 一个御用的鹰犬的话 恐怕很困难 所以我没有去 那我现在看起来 幸好我没有去 但是因为我有足够的 专业的经验 每天看报纸 我真的是很为 在这家报纸里面 必须做某种打手工作的主管们 觉得很难过 我的专业经验告诉我 这家报纸的很多的专业人员 他确实必须跟自己的灵魂忏悔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这个建设公司 他的多番的报道 你都没有办法出现在 自己的报纸的话 我告诉你一个实例 菲律宾电视台 在当年马可思做票的时候 当天晚上菲律宾电视台有200个工作人员 他们是出去游行的 我们以前在联合报纸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报纸的 选举的报纸不够公正的话 我们自己的记者会出来反抗 可是为什么在这家报纸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讨论台湾的媒体的时候 一并应该讨论的 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办报 办到这样子 刚刚这个状况的预扣解义 亲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 那么这个办报之下 这个集团大道 有这么样多的一个建设公司 但是在这里看到 这完完全全的一个是 大金鱼吃死小虾米的一个态势 所以请教四位 那么我们看到买海沙屋 前面买到什么坡道 买卖期许数不详尽 所以我叫你付钱 你就给我付钱 有点正义感的消费者 恐怕就去告 但一般人恐怕没有这个钱 跟时间去做提告 就这样撕死所有的消费者 你知道吗 建商有一句话就是 你不爽你来告我 那你买个房子要告建商吗 没有人有这样的实力 就应该花很多钱 那我有写一本书 叫做黑心建商的告白 那我发现联邦其实还蛮综合化的 也就是说通常某一家建商 比如说他专盖海沙屋 他专门用骗的 专门用比如说一般事务所 做一些违规住宅 就说他什么都有 而且联邦还是从换处骗到 顶级豪宅 我们知道说换处像公共住宅 一间一百万两百万 那样子的一个套房 骗骗消费者就算了 他今天骗到联邦龙山林 就是在大直那一栋博物馆 他最有名就是 他是一般事务所 他不能够做住宅的 可是他却跟消费者讲说 你可以来当住宅使用 甚至他的样品 我们也做了很多床的那样的设备 我那时候去采访 他还不让我们去拍那个床 因为他知道那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龙山林集团 都知道这是违法的 所以没有一家建商 会以前叫联邦 现在变龙山林 为什么 因为联邦的名字 是太臭了 其实业内的人都知道 他们的房子 其实不怎么OK 像我其实跟我的读者 或者网友讲说 你们如果要考虑他的话 你只能想一想说 你只能贪便宜 要不然不适合 因为他的问题很多 不要讲海沙 我们不要讲说什么 当初骗九成银行贷款 因为当初他广告不实 或者是被公平位 这样子的重罚 因为公平位有一些 我有朋友在里面 他是说 没有看过建商 这样子搞的 那我只能跟他讲 是说 这样搞 你罚太轻了 才一千五百万 他一间房子就赚了 一亿五年子罚 一千五百万 你一定要去查一下 像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请你不要只查龙山林 你要再加上联邦 你会吓死 好 四位这边讲了 很多这个是内幕 所以观众朋友要买房子 我们说这可能大家 一生一辈子能买一栋房子 就已经不得了了 但是龙山林建设 林龙山带领的集团 在这里炒房养地 房价飙高到不行的情况之下 房子的品质还这么样的糟糕 根据四位的研究 从以前到现在不曾改良过 不曾改进过 那这个问题 所有观众朋友 您又该怎么看呢 观众朋友新生 我们带您掌握 你说这怎么计题 我说很难嘛 看回馈这种应用嘛 那如果他有整套 今天最理想 这是我们所期望的